你阿嬷还是你阿嬷 千万不要随便通过外貌去评价一个人 日后啊,我阿喜,小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长相让人害怕的阿嬷竟然会法术除魔的故事 白开豆豆的阿嬷是个长相很凶的人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阿嬷有想要除魔的本事 她的家里有很多装着妖怪的管子 可豆豆妈妈却一直认为神神叨叨的阿嬷只是太迷信 这也导致豆豆很害怕阿嬷 但是一天妈妈要带豆豆去阿嬷家 因母丈夫受伤,所以想让她赞助阿嬷家 阿嬷和妈妈聊天的时候 豆豆在走廊的角落里看见了会说话的蘑菇 她的尖叫引来了阿嬷和妈妈 阿嬷漫不经心地叫上自己的狗狗西罗和猫咪库罗就去睡觉了 妈妈也温柔地哄着豆豆回房 回房前,豆豆还栽了一颗蘑菇离开 豆豆觉得阿嬷家很可怕 于是,妈妈尽力地安抚她睡觉 等到半夜,黑猫库罗偷偷来到豆豆房间想谈回那个蘑菇 原来这些蘑菇里住着来不及投胎的灵魂们 阿嬷正在院子地熏吃蘑菇们,还有周围的孤魂野鬼不要出来吓着她的孙子 于是坐在蘑菇里的鬼魂无奈地离开了 一大早,妈妈偷偷离开 豆豆睡觉要抓着妈妈的耳朵才行 于是阿嬷让豆豆抓着希罗的耳朵 然后希罗和库罗很快就吵醒了豆豆 豆豆一看只剩下了阿嬷,就打哭了起来 不管阿嬷怎么哄,都越哭越厉害 直到阿嬷把张鱼放头上 让张鱼墨汁喷了一脸后,豆豆终于笑了 阿嬷给他盖上了毛炭,也去休息了 但在半夜,豆豆被房袜的声音吵醒 他还害怕去阿嬷床边 可看到长相的阿嬷还有他的甲牙,他更害怕了 隔天一大早醒来,阿嬷要去做罢了 豆豆被丢在家里,临走前 阿嬷警告豆豆一定不要去旁边的小房间 等阿嬷到了隔壁已经死去了奶奶家后 经过阿嬷做法,奶奶的灵魂从身体一出来 奶奶的亲人们都哭着送别的他 可是在家里的豆豆发现了那些蘑菇不见了 与其他去了阿嬷提醒不能去的小房间里找 酷豆很严肃地不让他碰那些罐子 但是豆豆不死心,结果不小心抓掉了一个罐子上的符咒 酷罗好奇地过去看罐子,结果被里面的恶鬼附身 黑蛙后的酷罗群结地逃跑了 豆豆害怕阿嬷生气,遇着隐瞒了这件事 等晚上阿嬷帮豆豆洗澡的时候 豆豆问了很多关于恶鬼的事情 阿嬷说中云节放水灯吃不度 是会给那些做坏事的恶鬼 以及没能供奉的孤魂野鬼饱餐一顿 因为受到神明审罚 所以只有那一天他们才能大快朵鱼 然而在这个时候,酷罗偷偷回到了小房间里 他把其他惯自己的恶鬼全部吃掉了 等阿嬷回来看到一地破碎的瓶罐后 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然而豆豆觉得这时候离家出走 他想要去找妈妈 于是阿嬷顾不上这边的事情便急忙报警让警察寻找 豆豆走了很久 正好看到给阿嬷送过鱼的南海阿明正在骑自行车自言自语者 豆豆不解,阿明就说自己在交身后的朋友走路 他朋友怕笑着别人,所以只有阿明能看见他 于是阿明带着豆豆骑自行车 恰好被路过的警察看见 所以豆豆便被带回了警局 他的逃跑计划只能落空 等阿明离开以后 骷髅独懂了他的内心便想找豆豆合作 此时骷髅已经会说话了 而经过蘑菇说话的豆豆也早已见怪不怪了 在阿嬷家里似乎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发生 见证的骷髅说自己有办法让豆豆回家 而这办法就是把阿嬷卖掉 然后卖的钱就可以拿给妈妈 此时的豆豆还以为妈妈是去国外看望工作的爸爸 他还不知道爸爸正受伤住院呢 在骷髅有魔法控制一个受破烂的人 还受阿嬷时 豆豆这才相信真的有人会买阿嬷 这样一来爸爸就可以回家一起住了 不用去国外拼命赚钱了 接着骷髅说只要让阿嬷哭三次 就可以把他卖掉 阿嬷越生气哭得越有用 他又给了豆豆一个小瓶子装眼泪 哦对了想要看到我看不见的生物 用阿嬷的眼泪涂一下就能看见了 这时阿嬷正好回来 他一见面就闻着爆竹豆豆哭 豆豆趁机闯了眼泪 骷髅的奸机得逞 结实他只想让豆豆传与阿嬷的处理力 好到阿嬷没空去抓他 骷髅便能趁着这些机会去增强自己的魔力 当晚豆豆就做了噩梦 梦里他先把阿嬷卖给了恶魔 但是阿嬷太强了 恶魔就想把罪名用的豆豆卖掉 豆豆害怕的醒来后 他决定要帮助阿嬷做好事 迷雾嫌松的不安 但是豆豆帮了一天的忙 被倒了一天的乱 在回家路上 阿嬷看到前几天自己作发出来的奶奶灵魂 于是就过去提醒他走错路了 豆豆一个人在马路上 因为他的眼睛由阿嬷的眼泪擦过 这时他终于看见了路过来阿嬷背上的东西 那是一只大鲸鱼 把豆豆吓得坐在地上 蹦脚坐在一条已经死去的蛇身上 豆豆也看得见他 蛇请豆豆帮忙过几天的中元节 可会帮他抢些补毒吃 这样他才有力气去投胎 豆豆很高兴地同意了 最后豆豆就带着小蛇去找阿嬷玩 经过阿嬷的不懈努力 他背上的鲸鱼终于会走路了 甚至还可以在空中飞行 很快中元节到了 大家都放水灯送鬼魂上路 阿嬷有位奶奶做好了水灯 鲸鱼也想做水灯 于是豆豆和阿嬷先做了一个送他走了 奶奶跟着水灯走的时候 阿嬷不舍地哭了 豆豆看见后竟然又生机地过来收了眼泪 第二天 饿鬼闻吃福度的时候到了 阿嬷做完法 所有恶鬼都狼吞虎咽起来 豆豆帮小蛇抢到了一个西瓜 然而豆豆和阿嬷刚离开后 小蛇就被偷偷来的库罗给吃掉了 豆豆此时带着自己先认识的鬼魂小女孩 Apple去找阿嬷 阿嬷失去了大鲸鱼后就开始感到委屈 他看不见小女孩了 于是他更难过的不跟豆豆玩 但是等到半晚 阿嬷还是找到了豆豆说 请他帮忙跟鲸鱼说要记得过鬼门关 因为他看不见鬼魂了 而这场奇幻之旅也终于快要结束了 阿嬷打电话过来说再过两天就要切豆豆回家 豆豆特别开心 但是一想到阿嬷也是一个人 他开始报受了 这段时间和阿嬷的相处潜移默化的让他不再害怕 而阿嬷也舍不得豆豆 第二天他带豆豆去骑单车 未相信女儿结婚几年都没有回家 当初阿嬷看到豆豆婴儿照片时的宠灵表情 到现在终于和豆豆相处的时光 都让阿嬷很开心 阿嬷骑了单车满足的哭了出来 然而Apple在家里却被骷髅吃掉了 豆豆在回到家后找不到Apple 他以为是阿嬷赶走了他 于是就很生气 怪他为什么把身边的鬼都给赶走 而他不知道的是 阿嬷赶走鬼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吓坏到自己的孙子 阿嬷虽然表面冷酷 但对豆豆的疼爱却显而易见 阿嬷知道这些后就带了契罗出去帮豆豆找那些鬼 迎走时还嘱咐豆豆乖乖吃饭不要闹脾气 阿嬷骑了单车在路上 就在他奇怪街上怎么一个鬼都没有的时候 骷髅出现了 他把阿嬷连连带车闪到长阶梯下去 这时正好一辆货车过来和阿嬷撞载了一起 路电线也被撞坏了 此时家里正有停电 豆豆害怕出来找阿嬷 他以为阿嬷被卖掉了 伤心地大喊 不卖了 不卖了 豆豆不卖阿嬷了 豆豆哭泣的声音让阿嬷和希罗找到了他 于是一伙人赶到了医院 幸好医生说阿嬷的伤病不严重 阿嬷说那些鬼包括鲸鱼都被骷髅吃掉了 只有在鬼门关打开之前把恶鬼打败 那些被吃掉的鬼才会被放出来才能让他们投胎 听完后阿嬷就要去阿嬷说的地方打败浮身骷髅的恶鬼 阿嬷为了保护孩子们 便用法术和希罗互换的身体 他带了豆豆一起出发要去打败恶鬼 和等阿嬷和豆豆感到时 阿嬷的灵魂已经被恶鬼吃掉了 阿嬷和恶鬼周旋 豆豆趁机在地上用液体画出了一个圈 把巨大的骷髅关在了一个看不见的罩里 恶鬼不想投胎 他只想做个自由的坏人 接着恶鬼放出了小灵魂附身在外面的猫尸体上 猫僵尸又开始疯狂地攻击阿嬷 恶鬼趁机撞破了一个圈 把阿嬷抓起吃了他的灵魂 这时恶鬼又把豆豆抓起 豆豆的脑海里回忆起了那些可怜的鬼魂们 又想到了阿嬷说过如果有恶鬼抓住自己 就使出五雷印 用人的氧气打散恶鬼的阴气 靠得越近拟恶越大 当恶鬼得意地把豆豆放在这点上信念的时候 豆豆竟然地使出了之前阿嬷交给他的五雷印 豆鬼竟然真的被打倒了 所有被吃的鬼魂都被释放了出来 第二天他们都安心地去鬼魂关投胎了 害怕牛头马面的Apple 也被换上了可爱模样的牛头马面带走了 等完爸爸妈妈来接豆豆了 爸爸的伤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在这之后每次放假 豆豆都特别喜欢去阿嬷家 因为那是最酷的地方 片名魔法阿嬷 这是80后90后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那时候看到其中的鬼怪会被吓一跳 而且我听说台湾鬼节几乎每年都会播放这部动画 也许很多人在看解说和动画片的时候 都会抓鬼的桥段吸引 导致护士的阿嬷和豆豆之间的感情描写 在惊悚的氛围和温馨的画面切换 当了始料未及 在前面解说我把那个阿嬷一开始做法的奶奶片段几乎忽略了 但如果说成部动画感触最深的片段 其实就是那一幕 人有生老病死 她在死亡到来的那一刻 不管是死者还是身边的人 那种感受都不太好 但是如果真的像动画中所说的 能够走到鬼门关后去投胎 这也是一件很欣慰的事 而从开头豆豆为了回家被恶鬼欺骗 到后来也良心发现那一句 我不卖了我不卖了 真的看哭了 加上最后牛头马面的出现给这部动画画上句号 不以善笑而不为 不以恶笑而为之 每个人的恶行都是鸡类的 就像恶鬼一直需要吞噬其他的鬼来壮大自己 我是少年 一位带你看片脸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个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进口的回复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